早上好,欢迎收看6月22号的百歌晨报,我是敏和 自从美国司法部追讨充公滥用YMBB资金的不当资产之后 所产生的余波可说是越来越精彩 因为反贪府已经变成一把利剑 让双方阵营的人马用来互相厮杀 今天的各报头版就揭露了反贪府战场上的现实现况 不管是中文报或是马来和英文报 都把两则反贪会有关的新闻刊登在头版 不过一些马来报还是比较关心被反贪府利剑杀进 属于国阵肯直区的票仓 那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连土全球 前主席依莎夫妇昨天在反贪会录取了四个小时的口供 依莎之后面对媒体的追问 大多三间齐口不愿多谈什么 只是反贪会发文告表示 这次的路口供重点在于 调查依莎夫妇两人是否涉及贪污滥权 接着的头版就精彩了 因为昨天首相办公室指出 政府现在透过设立皇家委员会 来调查敦马哈迪掌权时期 国行100亿美元的外汇亏损 让反贪府的戏码返回到了1980和1990年代 接着再把焦点转回1NDB 首相署部长兼巫统最高理事阿都拉曼达兰 日前就批评美国司法部 在充公文件当中点名一号官员妻子挪用1NDB的资金 获取价值连城的珠宝 却没有要求充公 所以就没有必要提到这个细节 美国司法部就对此回应本地网络媒体 在充公文件当中详细列明的所有资料都是基于事实 以便日后在法庭审讯的时候 能够提供证据来进行合理的推论 美国司法部强调 他们不能点名一些人 就对这个人或机构做出简单的结论 因此就必须提供足够的事实 以便可以合理的推论在美国犯下的洗钱 和其他违反刑事的罪行 以及那些被点名的人士 他们的资产涉及其中 另一方面撑击一段时间的红衣人领袖加玛 也借题发挥了 他昨天召开记者会 展示一条据称是价值连城的钻石项链 借以讽刺美国司法部针对首相纳吉夫妇 这条蓝色的钻石项链 还贵过一号夫人的粉红钻石项链呢 因为加玛就声称 它的价值是一亿两千万令吉 换个焦点 德士司机和电子招车服务之间的战争 并没有因为后者越来越普遍而停下来 槟城国际机场日前又在发生一宗 德士司机阻拦电子招车服务司机 载客的事件 整个过程被电子招车服务的司机 用手机拍了下来 视频中的这名德士司机 把脚撬在电子招车服务司机的车上 声称对方没有教养 并且阻止对方载客 根据电子招车服务司机透露 该名的德士司机试图抢走他的手机 不让他进行拍摄 于是他就只好收起手机离开了现场 接着影片就中断了 有关的视频被放上社交媒体之后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9万人观看 不少网民留言分享 自己搭乘德士所遇到的不好经验 并且认为态度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也有网民认为 这就是竞争是很平常的事情 为了进一步管辖电子招车服务 陆陆公共交通委员会已经向政府提成了修正法令 一旦在7月的国会获得通过之后 届时电子招车服务将会受到该委员会的管制 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